1950年12月31号下午4点40分 彭德怀的重炮开始了掩护性猛攻 在敌人的阵地遭到削弱的时候 他们发射三枚信号弹 发出清除地雷的信号 每个团携带12架云梯 力图翻越过临津江岸 过河的士兵已经把裤腿子向上挽起 每个士兵用猪油和牛羊板油 把脚弧住以防动伤 他们动手铺设木板 在敌人轰炸后的兵窟窿上架起桥来 跟随在这些部队后面的突击帘 携带着安装在20英尺长杆上的扫雷勾装户 5点03分 发射了不下呼发信号弹 停止了猛烈炮火 步兵在蒙蒙量中开始动核时 轻重机枪一起开火 为了避免滑倒 冰上铺盖了稻草 他们很快就爬上云梯 李奇威在半岛的西部和中部配置了防御主力 因为他断定 中国人就在汉城北部集结主要兵力 第一军和第二十五师 韩国第一师 以及英军第二十九独立旅 把守着临近江一线 同时第二九军和其一师二十四师韩国第二十七旅 以及新道的希腊菲律宾营共同把守中部的扇兴地区 李奇威预计在东部会遭到轻轻的攻击 他部署了韩国军队 号召一睡响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沿着四十四英里的战线 叫喊着冲上来 受到最严峻打击的是韩国第一师 他们被大兵力攻击 在黑暗中退却 韩国第六师把守中心地带长达数小时之久 但是在午夜之前军心溃散 三个团撤退下来 致使一些中国人穿插近第二十四师的两个团之间 迫使整个连撤退 在第九军的紧右侧 韩国第二师的两个团也夸下来 但是第三个团 尽管十二个连中的六个 在激烈的混战中遭到严重打击 仍然在顽强抵抗 在远处的东侧 一支强大的中国部队 由于得到新建立的两个北朝鲜军团的协助 向韩国第二军发起攻击 其所属四个师中的一个师 很快就覆灭了 彭德怀当时命令 敌军封锁我前进路线 或在途中发生遭遇 都需以击溃 不必非要全剑敌人 宁避免阴小失大 让小规模的战斗阻拦我主力部队前进 在遭到敌人阻截时 应迅速部署 采取主力 以压倒火力攻击敌人 小部队要迂回到山上 从背后攻击敌人 然而主力部队不要过早地展开 因为部队迂回过山区 是不容易控制的 当敌人的攻击显出无力的时候 对其正面进攻最为奏效 每次进攻 要利用敌军的混乱 采取波浪式的进攻 敌退我追 不让其有喘息的时间 在彻夜的失望当中 李奇威在他的司令部 极力想着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了解到韩国第二师的溃败 使美国第一第九两个军陷入危险当中 他可能不得不把他的部队 一直撤退到水源以下一线 他决定紧密协同的撤退 使中国人每前进一步 都要付出代价 清晨 李奇威 发了一封颇有信心的新年贺信 给麦克阿瑟 并且乘击破车 触发视察情况 不久 他跑到韩国一个师的士兵中间 他对因为恐惧而逃跑的情况 深感震惊 他说 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感受 我向上帝祈祷 不要再目睹这样情景 他们乘卡车走在路上 士兵们站立着 在秘书车里紧贴着挤在一起 连小孩也不能从中找到空隙 他们丢弃重炮 机枪 以及全部武器 只有很少人留下步枪 他们只是一心想着逃跑 彼此相隔几英里 将可怕敌人 甩在后面 李奇威跳下接破车 站在大路当中 向他们挥手势意停下来 但头几辆卡车并没有减速 闪过了他 他最后还是拦截到 再有一队韩国军官的卡车 这些军官听不懂话 我也曾试图制止川流不息的韩国人 但是我不会说朝鲜话 又没有翻译 他们拒绝服从他的手势 军队继续向前行驶 他断定 唯一的解决办法 是在前面设置路障 来阻止他们 当他看见美国的车辆到来时 设法拦住六辆车 并命令献兵在原地制止他们 这些人是第二十四师的 他发布命令给约翰秋奇将军 让他的士兵回原部队 可是整个师正在准备撤退中 这个命令能否执行 值得怀疑 李奇威会见了秋奇的十九团 一个营的伤员 他发觉自己像皮球一样陷了气 不像以往美国的战士 没受重伤表现那样渴望要归队 他说 我们清楚地看到 建立其所需要的斗志 还有一段很长的过程 李奇威随后 同现在的专机驾驶员 麦克林奇飞过前线上空 这位新的司令 就像沃克一样 坚持冒险低空飞行 为的是直接了解 必须做些什么 大多数英国部队 由于大批中国人进攻 不是正在后撤 就是在准备后撤 他的飞机一着陆 李奇威就命令全军撤回到汉城的桥头堡 几乎一切都按照庞德怀所计划的形式 沃克12月22号的最后命令 派美国第二师去支援又已缺乏战斗力的韩国军队 给了李奇威时间去救援第八集团军免遭到毁灭 1月2号傅小前 他们以数百辆坦克和相当数量的重炮支持着十个步兵团围绕着汉城 构筑成环形的防御圈 又召唤沿海的海军炮火和附近的空军支援 李奇威可能要使中国人遭受到更大的损失 但是彭德怀的部队已经击溃了第二师 从东北方向威逼过来包围汉城的侧翼 李奇威接到麦克阿瑟命令 不要冒毁灭第八集团军的危险 他认识到不得不全面撤退 他决定现在是面见李成婉 提出韩国军队的拙劣表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他由牧桥大使陪同见到了总统 他说 直到我们有一些领导权之前 我们没法同您的军队办成实 除非甩掉韩国军队的无能者 并表明有一个军团官 否则他是不会供给他们装备和增强他们势力的 他敦促总统同他上前线 使其部队恢复一些信心 李成婉急于要去 他们飞到中部前线 乘坐在两个舱位 用帆布盖着的而没有暖气的小飞机里 气温接近零度了 李其微穿着厚厚的冬衣都感觉到寒冷 上了年纪的里成婉 只穿着一件白色的棉服 连围巾也没有戴 他那爬上中文的脸 似乎因为寒冷而更加干缩 但是他没有怨声 当他们降落在宪兵为制止韩国军队退去而设置的路障时 李成婉滔滔不绝地 暴躁地向韩国军队讲话 李其微一个字也听不懂 但是效果很明显 当他俩回到飞机时 李成婉把一只手放在李其微的胳膊上说 不要泄气 他们一定会再战斗的 李其微从汉城写了两封乐观的信 给麦克阿瑟和华盛顿的柯林斯 在给麦克阿瑟的信中 他说 第八集团军将继续执行他的任务 对敌人施以最大限度的惩罚 并节节阻击 保持主力的完整 在给柯林斯的信中说 一切进展顺利 我们将面临几天困难的日子 但是 我完全相信 第八集团军 有能力完成指定的每一项任务 1月3号清晨 李其微下令有秩序地从首都撤退 他告诉第一和第十军的指挥官说 这次后退行动 要执行全部必要的侧翼配合 要是敌人遭受最大的损失 要以最大限度的组织 来始终保持主力部队的完整 为了严格控制 汉江桥上的交通 他命令给人印象深刻的 盖医师的副师长 查尔斯·帕尔默准将负责 帕尔默将以李其微的名义 执行为保持第八集团军的交通通场 而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 老百姓难民 只许在下午三点前使用这个桥 如果他们在那个时候 以后使用这个桥 宪兵就开火警告 然后最后一招 用木器直接对着冒犯者 李其微的讲话是董真格的 下午三点左右 李其微离开他的指挥所 来观望一辆接着一辆 川流补系的军车 驶过歪歪倒倒 摇摇晃晃的桥梁 他说 我站在那里一直到天黑 观望着浮桥 一再下沉和浮起 就我所知 所有的人都在祈祷 愿桥能够牢固 可是我的思想并没有一直 停留在我们的军事问题上 在桥的左右侧 正上演出 一场我们时代人类的巨大悲剧 冷风似刀 扑面而来 成千上万的朝鲜人 逃过冰河 走向南岸冰洞的平原时 被半岛摔在地上 一些人拉着两轮小车 车上堆满了货物和儿童 而另一些人 在负重前行 视而见到牛倒下 四肢朝天仰墨着 那仁慈的冰河裂开 河水从身边流过 在这样可怕的逃跑当中 没有人停下来帮助林友 没有哭泣和呼号声 除了雪地上人们的鞋子 单掉的声音 和人们艰难的呼吸声以外 悄悄无声 他们在极度的沉默当中 醒见 下午八点三十分 一位记者打电话 给在汉城南面陆军司令部的 通讯社的同事 告知撤退的报道 满载士兵的长行车队 通过横跨冰洞的汉江大桥 向南移动 难民放火烧了他们家园 和其他建筑物 城里火焰熊熊 通讯社把这则报道 呈送给军部新闻检察官 但是盖上了迟发的戳机 因为发布这样消息 会帮助敌人 在城的东北 第一皇家北爱尔兰步兵团 拼命地把手接近柴根样的战线 一等兵弗朗西斯·约翰逊 是一名步兵 自愿来到朝鲜之前当过警察 这个部队整天受到沉重的压力 他们在夜晚又得知 右侧的韩国军队已经逃跑 他们必须撤退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着想 约翰逊同两个人冲过一片地 他们在黑暗中迷了路 但是约翰逊则回到大陆上来 他看见一辆丘吉尔式坦克 就跳上坦克后部 加入其他六个人中 中国人是在大陆两边 可是坦克猛冲过去 一枚迫击炮弹 击中了坦克的顶部 约翰逊被抛进了壕沟里 喉咙 胳膊和两条腿都受了伤 另一辆坦克停下来 两个人跳进了壕沟 他要咒骂 但是因为声带被切断 发不出声了 他竭力叫喊 把我带走 但是救活人员 以为他在说 把我留在后面 我要继续战斗 他们把他拖出壕沟 坦克隆隆地前进 几分钟以后 一个中国人 用绑有地雷的竹竿 插进坦克的履带 在爆炸中 约翰逊再度受伤 被抛回了壕沟里 经过片刻的寂静 他听见中国人朝他走来 他不得不装死 他们仔细紧插他的口袋 拿走所有东西 他只好屏住呼吸 他整个夜里 就像是个死人躺着 偶尔昏倒 却又松醒 终于天亮了 他现在仍然在敌人战线 两英旅后面 他听见后面的脚步声 心想这是中国人 然而 却是两腿受伤的战友 另外一个 北爱尔兰皇家步兵团的士兵 也和他们在一起 他的肩部受了枪伤 从上下左右摆动的机翼 可以辨认出 这是一架小型飞机 正低空向他们飞来 驾驶员头下一把扳手 落在附近 那个肩膀受伤的士兵 把他找了回来 班首帐附着一个字条 上面写着 沿着干涸的河床 向南走 直升飞机就在途中 在另外一些人 试图把无助的 约翰逊扶起来时 听见快会快的声音 是一架直升飞机 他不顾山上射击 尽力的降落在附近 美国佬把约翰逊 带进机舱 当其他两个伤员被推上飞机时 美国的喷气式飞机突然下降 把凝固汽油弹投在山上 直升飞机负荷沉重 但是他全力躲避炮火升空而去 余罕逊轻拍着驾驶员的肩膀 伸出拇指表示感谢 他知道如何被俘虏了 韩宁可能没有生还 而不久 他们降落在金浦机场 直升飞机让皇家北二南步兵团的士兵 下了飞机 迅速飞去执行另一个任务 约翰逊被带进一间临时营房 因为传闻金浦就要失手了 来不及包扎伤口 就打了马斐针 使他非常震惊 于是猛跑到临时机场跑道上 他的飞机在敌人火炮下 已经颠簸着冲出跑道 他又昏迷过去 当他醒来时 发现已经在一所医院的手术台上 他遍体鳞伤 一共被击中了11次 4号清晨 由于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紧紧追击 约翰逊的同胞们转移到汉城 在米德尔赛克斯团的朱利安·唐斯泰尔看来 这是一座荒芜人烟的城市 他的卡车经过一所新的医学院大楼 美丽的花园已经遭到摧毁 只有大学的本部没有波及 他回说 国会大厦在整个城市的废墟中 仍然像一个销售的怪物耸立着 但是外貌已经遭受可怕的损毁 在我们穿过城市时 抢劫者正在奋力干他们的勾当 似乎发誓要把这个城市搜刮得一干而净 在李总统的请求下 豪斯曼少校和中日坤将军 才随最后一批人离开了汉城 李总统告诉中和豪斯曼 要研究第一次从汉城撤退的错误 大多数建庄的老百姓 遭到敌军的蹂躏以后 不适合当战士 而这时候 老百姓在主力部队撤退以前 已经向南方迁移 因此 现在有了兵员 此刻 没有敌军的坦克对准他们的咽喉 是的 他们终究要回汉城的 中国人正在逼近汉城郊外 李其威得到情报 获悉中国的一支主力部队 抵达圆州和水源之间一个村庄 如果他们成功的话 他们的挺进将在阿尔蒙德的第十军 和第八集团军之间打进一个蝎子 因此李其威决定立即放弃防线 晚上八点 他命令第一和第十军撤退 暂时停留在水源 以便使16辆装载补给品的列车撤离 阿尔蒙德接受命令 从而进攻 转入到防守 把最前面的第23和第28团战斗队的两支队伍 集结起来 汉江南面的铁路出现一片混乱 成千上万的难民 正在竭力的挤进向南方开出的最后一列火车 火车上装有军火和炸药 朝鲜人拥挤在棚车顶上 把梯子挂在车辆旁 一名要塞工程教授之子 卡洛尔·莱特利尔中尉 肩负着炸毁列车 免被中国人所利用的任务 他和士兵们竭力让老百姓下车 直到最后时刻 才不得不奉命放火烧毁列车 当天下午 中国人开始涌进汉朝 他们随着高举的红旗向汉江前进 但是他们在过河前必须重新集结起来 随之而来的短暂寂静 给被追击的人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第二天 北京举行了庆祝胜利大会 志愿军收复汉城受到赞誉 但是首都的占领者彭德怀却感到厌恶 庆祝会开得过早了 他被迫停在汉江 地雷必须清除 道路需要修理 粮食和弹药补给短缺 部队疲乏不堪 他也相信 李其威是设下圈套 引诱志愿军前进 然后包围他们 彭德怀后来表露出 苏联大使 史蒂科夫 再次强求他去解放整个朝鲜 但是彭德怀坚定不移地拒绝这么 这时候 北朝鲜的部队协助第二和第五军 猛插入中原战线的圆州的进攻 1月8号 韩国军队溃败了 留下的美军第二师失去掩护 二师主要的补给线 要通过一条碍口 新指挥官 迈克卢尔少将确信 撤退并用重炮掩护圆州 是唯一的决定 他一整天费紧心机 想到达阿尔蒙德那里 最后他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决定 在一场迷眼的大风雪里 该师撤出了圆州 而后转移到爱口北面 12英里的一个阵地 为的是布置雷区和陷阱 当阿尔蒙德得知这次撤退时 脸色发青 这是直接违背他和李奇威的命令 他命令迈克卢尔立即夺回圆州 迈克卢尔接着又命令 第二十三步兵团团长保罗 弗里曼上校 派一个营去试一试 有没有夺回圆州的可能 但是就在此刻 雪下的很大 把新布置的陷阱和地雷覆盖起来 无法清除掉 弗里曼认识到 整个师是慌乱的 不能正常的协同配合 炮兵也是混乱 他们在后方的远处设置阵地 指挥官也是一样 然而 弗里曼次日接到派两个营 夺回圆州的殿文 他不得不和没有冬季服装装备的士兵 去执行命令 弗里曼后来回忆说 战场是奇形怪状的 穿着家军服的中国人 在雪地里很寒冷 冻僵在战场上 所以这些尸体 没有付过伤的迹象 可是他明白 还有更多的中国人 在他的部队前头 李奇威同一天写信给柯林斯说 我亲自一再指示 两个军的指挥官指挥撤退 为的是保持强大的部队 使之处于有力的阵地 以便同装甲部队和步兵 在白天进行强有力的反攻 根据必要 在天黑时退回来 那是显然缺乏美国人自负的足智多谋 我们仍然紧抱着卡车运来的物质 享受品而不放 因此我们只能死死依赖公路 我们的步兵 那都丢掉了美国军事史上 可尊敬的先人们的才感 除非你不仅从空中 而且从吉普车上看进地形 否则就难以想象作战的困难 但是对手却想尽办法办事 似乎从来不缺乏弹药 后勤系统穿流不息的装运沉重物品 当然 他们是强迫人力搬运 并利用各种当地运输工具 比如牛 骆驼 马和两轮车 一切的背后 是最有影响力的某种类型的东方思想 如果我们面临S1的战斗 我们必然会找出许多同样的办法 大规模的应用 我要说 走吧 让我们去唤醒美国人民吧 不然就太晚了 然而 在美国对和平的要求日益强烈 特别是那些有儿子参加这场 不得人心的战争的父母们 当华盛顿的领袖们 在寻找办法解决朝鲜的灾难时 彭德怀也试图解决 他大踏步前来带来的问题 敌军的装甲部队 正在一天三十英里的速度后撤 这也是他的部队 一个夜晚进军的限度 彭德怀猜想 李奇威在右使志愿军 攻击联合国军防守的强大据点 在中国志愿军全军疲劳时 他就反攻 同时两期部队在西海岸登陆 切断志愿军的后路 志愿军自参战以来 打过三次筋疲力尽的战役 三个月以来 遭受到了残酷的空中轰炸 和远程重炮的日夜侵扰 现在正值严冬 蒙受寒冬之苦 全部疲惫不堪 伤亡很大 补给线已经延伸到了顶点 彭德怀的部队需要休整 以准备第四次战役 他曾成功地越过汉江 进入北纬37度线 他决定 必须把主力撤回到三巴县 在那里构筑堡垒攻势 以阻击反击 毛泽东同意并指示彭德怀 向金日成汇报情况 会议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联合司令部找开 彭德怀开头说 因战事疲劳 运输又不可靠 不能继续进攻了 彭德怀承认 第三次战役没有达到目标 因为李奇威已经设法安全撤回了主力部队 李奇威要损失7到8万人 才会被迫撤出朝鲜 经过长时间讨论 金日成接受了彭德怀的估计 尽管李奇威对后撤失望 但是他绝不沮丧 1月11号 他写信给科林斯的副参谋长 维德海斯利普中讲说 力量就在这里 我们具有实力和手段 只要苏联不进行军事干预 我的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 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问题 就是要达到在精神上 使指挥者认识到其潜在才能的目的 这种乐观思想与华盛顿的看法不相同 参谋长联系会议 对麦克阿瑟要求对中国进行全力以赴的战争 寄予了最后的回答 他们发电报给他说 几乎没有可能派更多的地面部队去朝鲜 也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军事封锁 然而 唯有中国人进攻朝鲜以外的美国军队 才能批准用海军和空军攻击中国 如果不撤离 就要遭受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时 那时你要从朝鲜撤到日本去 这对麦克阿瑟来说是一个发愁的消息 也就是说把撤离的罪责落在他的身上 他用极简发出对中国进行全力以赴的战争的热烈勘求 他说 这个问题实际上归结到美国是否打算撤离朝鲜的问题 也涉及到国家和国际上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 远远超出战场指挥官的权限 指挥官在扩大战场时 大都受到小事的支配 而影响到战术的地位 这个决定也不应把战斗的主动权让开敌人 实际上 这也是在你们的电文合情合理 阐明的指导下 确定下来的判断准则 因此 我的疑问是这样 美国当前政策的目的是在一定期限内 明确的在朝鲜维持它的军事地位 还是尽快完成撤离任务 以求最低限度减少伤亡吗 惠特尼将军看见迈克阿瑟发给华盛顿的电报时 迈克阿瑟脸色紧困又恼怒地说 他究竟怎样才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 华盛顿和联合国是打算留在朝鲜 还是一走了之呢 第二天 深感头疼的参谋长联系会议起草了一份备忘录 列出倘若从朝鲜撤退 可以付出实施的十六点计划 这份研究计划呈送给国防部长马歇尔 副本送给迈克阿瑟 华盛顿官方普遍认为迈克阿瑟要对严重的刑事负责 很少有人认识到杜鲁门和爱奇逊认为中苏阴谋 发动这场战争的错误估计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这两个人仍然相信 中国只是他们不能令人信任和令人恐惧的傀儡政权 很清楚 华盛顿已经忘记曾授权迈克阿瑟越过三把线 参谋长联系会议也远非无可指责 他们本可以制止迈克阿瑟的暴躁决定 也就是停进鸭绿江 如若受阻向红色中国全面发动战争 政府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他的作用而感到自豪 自1950年6月以来 最受恶果的是朝鲜人民和没有适当训练和装备 而投入战争的美国军队 以及承担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指挥官 沃克和阿尔蒙德 迈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后 曾被当作一位军事天才受到举国和裁 而现在则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军事失败之一的负责人 而在一些报纸上受到谴责 迈克阿瑟遭到挫折之后 使用挑衅性的语言和手段 威胁又引向更加严重的困境 杜鲁门正在后悔 没有事先在过去10月将他撤职 主要由国务院准备好的一份冗长 而又措辞严谨的电文 由总统发送给这位将军 他说在朝鲜成功的抵抗将是提供一个集结点 也就是把自由世界动员起来 对付苏联的威胁 我们此时行动的方针 应当是巩固联合国的大多数国家 如果苏联采取行动反对美国 极为需要这些国家成为同盟国 杜鲁门电文的结尾 乐观地相信 自由世界联合捍卫自由 接着又不情愿地安抚这位将军说 全国感谢你 在朝鲜的困难斗争中出色的领导 并感谢你的部队 在最艰难的环境下的杰出表现 杜鲁门认识到这封电文 不足以安慰麦卡瑟 只是克林斯和范登堡将军 再次飞往东京访问 1月14号 毛泽东发报给彭德怀说 麦卡瑟只有三种选择 在中朝军力压力下 联合国军略作抵抗后撤退 第二种选择是在釜山地区 顽详抵抗 但最终撤离南朝鲜 第三种可能性 志愿军可能被迫在2月份打一个大仗 因此做出决定 在3月发动春季攻势之前 让疲劳的军队休整两个月 第二天 1月15号 李奇威发动了一次有限的协同反攻 作战计划代号为猎狼犬 扶晓 七个步兵营和约150辆坦克 在三个重炮营的协同下 进攻两面的中国人 麦卡瑟向刚到东京的克林斯和范登堡解释说 华盛顿的指令使他迷惑不解 要他在朝鲜继续战斗多久呢 要他在什么条件下继续战斗呢 他读了最近杜鲁门发给他的个人电报 麦卡瑟说 这封电文对他的责任和任务来说 消除了全部疑虑 他要求无限期的留在朝鲜 这是否同先前的命令相矛盾呢 克林斯急忙指出总统的电文不是指令 又补充说就在他离开华盛顿之前 杜鲁门曾宣布 只要是第八集团军和日本安全不遭到危险 撤离朝鲜的决定就应当推迟 杜鲁门的目的是 给联合国以最长的时间采取政治行动 克林斯指出 即使增派部队来朝鲜 六个星期也到达不了 同时迈克阿瑟保卫日本的基本任务 仍然保持不变 克林斯和范登堡飞往朝鲜 后者视察了空军 克林斯则由李其威陪同捡运了陆军 他们俩曾同在突出部战役中作过战 但克林斯现在是四星上将 比李其威多了一刻行 两个人在为第十军的困境而担忧 北朝鲜军显然正在退出援州 38步兵团的一个巡逻队发现该城几乎已经放弃 阿尔蒙德告诉他的来访者说 他已经下令二师夺回援州 但如果遭受重创就退回来 李其威和克林斯前往第十军 那里没有敌人交锋 令人难解 作战军官建议 由于猎狼犬作战计划相等的兵力 重新夺回自水源至圆州公路间的要冲 李其威同意并建议第一军 执行猎狼犬计划后重新集结 再支援第九军进攻 第二天清晨 米凯利斯的第27步兵团 自各个方面向水源进发 当另一些部队完成包围这个重要城市的前行攻势时 遭到中国人沉重的抗击 李其威下令 米凯利斯停止进攻 然后撤回 到了白天 范登堡飞过半岛中部敌人的视察战线 几天前曾下过雪 他看不见人烟脚印和车轮的迹象 没有任何动向 科林斯仍然在视察地面 他发觉 无论高级军官还是美国士兵 勇猛进攻的精神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寒冷 但吃得好 士气高昂 第二天清晨 他和李承晚总统访问了韩国军队 然后和范登堡前往东京 飞行途中 两人发觉 他们在朝鲜找到了更新的精神 同麦卡瑟的报告相反 李其威的士兵既不疲惫 也不怨恨 科林斯一抵达东京 就打电报给布雷德里说 比巴基团军状态良好 在李其威的领导下日游改善 就具体条件来说 士气是很令人满意的 李其威有信心 在不得已撤退之前 能够拖延两三个月 总之 第八集团军 现在已经进入阵地 准备给任何大规模进攻 与严厉的惩罚 布雷德里寄到这封电文 马上交给正在给杜鲁门打电话的马歇尔 布雷德里回忆说 当这个消息传到政府高层的那天 几乎能听见一片松立口气 令人宽慰的声音 下午参谋长联系会议开会时 没有批准麦卡瑟封锁和轰炸中国的建议 麦卡瑟在1月20号亲自飞往大丘 去看望李其威 他们在简短的会谈之后 会见战地记者 麦卡瑟说 很多的胡言乱语 说中国人要把我们赶到海里 就像前期日子大量的胡说八道一样 说北朝鲜人民要把我们赶进海里 司令部打算坚守朝鲜的军事阵地 只要联合国的政治家们决定我们该这样做 麦卡瑟没有视察部队就走了 这次访问 使李其威等人感到困惑 麦卡瑟在朝鲜逗留了不到一个半小时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尾出了风头吗 李其威下令从1月25号开始霹雳行动 由第一和第九军从西部发起攻势 他决定沿着20英里长的前沿阵地 做一次亲自侦察 于是在总攻前 他慢慢地乘坐教练机起飞了 整整两个小时 我们飞越了那块寂静空旷的土地 掠过山顶 俯冲到山谷 盘旋在死寂的小山级 尽管存在各种危险 他们依然一如既往地飞得很低 我们所有前沿阵地的大片矮矮白雪地 没有发现任何生命和活动迹象 在一条山谷尽头的小村里 我们发现了一条细细的车车 很明显 在这个村子里 敌人正在趁夜挖宫室 以防守严谈 而在日出之前躲进树林 因为在我们老鹰猎鼠般犀利的轰炸机 监视下 白天整个村庄 没有一处可攻他们藏身的地方 在司令部 李其威回顾了他所看到的一切 他现在相信 他不会再把第八集团军送进一个死亡陷阱中 那天早上 他的两颗军在空军的密切支援下 在陆军强大炮火和海军炮火的掩护下 向北开进 由釜山战场老兵组成的汤姆 多尔文的第八十九坦克营 在夜幕降临时 已经推进到水源城墙边 在有了十一月平壤北部的痛苦经验之后 多尔文期望有一次夜间袭击 进攻于凌晨两点开始 此时 以至中国巡逻队正悄无声息地爬过城墙 离多尔文的部队越来越近 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用手枪和机关枪射击 迅速地将重坦克后退至可以开火的距离地点 那些中国兵追逐着这些坦克 无妄地试着向他们投着炸药包 顿时枪声大作 一个中尉及时从他的指挥所跑出 看到两个中国人端着来副枪向他靠近 另一次在指挥所 一个中国人试图拉响手雷 但一个卫兵用步枪托 砸在他的脑袋上 黎明时分 多尔文与第三十五步兵团一起继续向前推进 并且拿下了通往汉城的一个关键城市 李奇威与迈克林奇一起飞往水源 视察这个回维瓦利的城市 他们无情地继续前进 两天以后 刚过完71岁生日的迈克阿瑟 降落在水源机场 李奇威前往迎接他时 一名英国记者听到迈克阿瑟说 这正是我七个月以前 开始十字军讨伐的地方 但是现在我们维持战斗的 不仅仅是朝鲜 而是整个自由亚洲 李奇威掩饰住他对迈克阿瑟来访的 不高兴 这个访问持续不到两个小时 现在我们所能做的 唯有设想一张迈克阿瑟与胜利部队的合影留念 而这很可能已经向中国人警告一场大规模的攻击 即将开始 那一天夜里 李奇威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当时骑兵骑团受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 丧失了阵地 第二天夜里 驻守381高地的希腊营又遭到另一团中国军队的袭击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夜 但希腊人还是保住这个战略高地 大约有800名中国人阵亡 李奇威在其笔记当中形容说 满山遍野的斑斑血迹是这场残酷搏斗的无声证据 显然 这些中国人是决心与阵地共存亡的 但李奇威还是按照原计划发动了他的攻势 与此同时 新线缓慢的推进仍然在进行 为了支援此举 阿尔蒙德在汉江河谷东南 阻击中国人可能发起了进攻 1月29号夜间 已是中国军队占领了圆州西的战略要冲两处铁路隧道 保罗弗里曼上校和他的第23步兵团 被派去消灭这两个铁路隧道的中国军队 并且占领高地以保证通往水源的道路畅通无阻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为步兵们得在速度要求极快运缩工具缺乏情况下 和在有限空间内往返穿梭于狭窄 在斗华的山道 但是航家弗里曼已经做好行动的准备 等到第二天下午 他的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大炮已经配置到相应位置 以支援第一阶段的攻击 铁刚刚拂晓 通行军已经开始 法国营被派去给他当前锋 坦克 高车炮和铁道敞篷车战斗车辆 开始向铁道隧道以西通往高高山脊的狭窄的山路行进 第三营沿着一条小溪逆流而上 这条小溪直通目标东边的山丘 按照约定 两支部队开始向山丘攀登 并且沿着山脊行进在危险莫测 白雪矮矮的山路上 很多人留下携带的定量扣粮 以便能够带满子弹和手榴弹 但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还披着厚重的大衣和毛毯 到了傍晚 目标地区被两河营包围 弗里曼指示他们包抄会合 但是竟然没发现一个敌人 弗里曼命令士兵占领隧道 准备第二天找到敌人并且消灭他们 两个营对其匆匆而就的防御攻势 和拉到过长的位置很多满意 于是驻扎下来 过一个并不轻松的戒备之夜 黑暗中营地显得神秘而恐怖 但弗里曼的士兵们却相信 他不会把他们带进死胡同 尽管弗里曼生性脾气比较暴躁 并且要求十全十美 绝大多数士兵仍然崇敬这位历生历色的长官 他们也喜欢他的精神 他是个军人 并且时常显现出他的战斗志气来 他的行政长官弗兰克·梅扎尔 有时会发现他的聪明 但相信这多半是他的外表 他是一个和善文雅热心的人 是一个卓越的指挥官 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绅士 而到了夜里 弗里曼经历了一次令人发炯的场面 他训斥了法国营营长 拉尔夫·蒙特克莱尔中校 法国营驻扎下来 并为取暖升起一堆小火以后 这位两次大战中 曾十三次受伤 并且被不停地打阁所困扰的五十九岁的 蒙特克莱尔才到达营地 弗里曼注意到 法国士兵的举动 便打电话给法国营营部 告诉你们那些人 把那些火队撤掉 是是 蒙特克莱尔回答说 明天早上我就告诉他们 现在就告诉他们 愤怒的弗里曼命令他 但是我的上校 那只是一些很小火队 我不管他是大火还是小火 统统给我拿掉 妈的 现在就办 你们已经向一百英里内的每颗共军 暴露你们位置 一阵沉默 啊 我的上校 蒙特克莱尔双朗地回答说 毫无疑问 你是对的 不过 如果他们知道 我们位置将会吸尽我们 我们就可以歼灭他们了 弗里曼沉默下来 没有再反驳 但是不到一个小时 所有法军的火堆都被熄灭了 有一队中国兵 制两辆装甲车 射出的炮火于不顾 勇猛地向位于法军 和他的L连中间的路障开进 很多人倒下了 但他们还是散到大陆两侧 开始用火箭炮和手榴弹 向那些装甲车进攻 一辆载着高射炮的铁道敞篷车 被火箭炮击中了 摇晃着向后退去 并且爆炸 炮火现在向路东的L连倾斜 炮兵观察员呼叫 让大炮和迫击炮反击 一时间 黎明前的黑暗 被炮弹和手榴弹的火光驱散了 打击十分沉重 中国军队难以抵挡 便匆忙撤退 以重组进攻 凌晨六点的时候 进攻继续进行 这次攻势的重点 转向法军坚守的整个区域中心 四五三高地 虽然重炮和迫击炮轮番轰击 使中国军队牺牲惨重 但是他们仍然一次次的汹涌向前 由于在有限的空间里 装甲车很难发挥作用 弗里曼命令他的坦克 后撤几千码 以当大炮使用 令他欣慰的是 法军一直在 以寡敌众 死守阵地 现在双方开始了 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眼看中国军队就占上风 法军营长下令 上刺刀 开始反击 中国军队即将取得胜利 一场足可以使 弗里曼的整个军队 陷入险境的胜利 他们被法军奋不顾身的 冲锋献阵所震慑 这些防守者 无望取得空中的支援 但是法军的冲锋与拼杀 已经改变了战斗状况 尽管双方交火持续了一整天 但是中国军队 再也没有向高地 发起猛烈反击 相反 他们集结于453高地 北面山谷的一个盟军力量空虚点 这个地方 位于法军另两个连之间 一股股中国士兵 不断地向弗里曼的阵地外延 一排被毁坏的房子集结 在这里 由法军重击枪 组成的防御核心小组 击退了他们 不过很幸运 那天早晨 弗里曼坦克连带着九辆汽车 不久赶到 一个排 被派往战斗最为激烈的热点山谷 去阻击中国军队的一次突破 现在战斗 又在东边三营阵地重新打响 一连 承受了大部分打击 他们像法军在四五三高地一样 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在他们阵前 尸体堆积如山 中午时分 中国军队与法军及三营的战斗交方加剧 法军第三连 最后被赶出自己阵地 致使L连左翼阵地 向敌人暴露无遗 中国人攻到山顶以后 便操起机关枪 向弗里曼营阵地一阵扫射 摧毁了他的救护站 指挥部和车辆 法军几次试图夺回高地 但是每次都付出惨重代价而被击退 现在整个环形阵地 都陷入激烈凶猛的恶战之中 弗里曼已经派不出一兵一卒 去支援承受巨大压力的法军 在此危及关头 弗里曼毅然调派两辆坦克 和一辆双管40毫米的高射炮车 进入阵地 这是能清洗山脊的最有效武器 他命令所有上能使用迫击炮和大炮 集中在高地 此时那些法国军队已经丢掉钢盔 戴上了法国军帽 他们的长官也在脖子上 系上红布条 他们端着上好的刺刀 高喊着 加梅荣向高地出发 加梅荣是法国外企军团在保卫一个叫加梅荣的墨西哥村庄时所喊的战斗口号 当时法国军团战士战斗到最后一人 而现在这支法国军队已经打算这么做了 正当中国军队胜利在即之时 他们在法军和迫击炮炮火的攻击下又一次退去了 法军到达山顶后 发现数百个中国人的尸体堆在那里 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屈服 午后两点 他们把法军第二连赶出了阵地 高地另一侧 一连的形势也不是很妙 一个牌只剩下十二个人 他们一直在用手榴弹和刺刀进行拼杀 看来 他们要登上那刀锋般陡立的山脊 已经不可能 而中国军队又夺取了一连和L连中间的高地 并且再次向弗里曼营地中心扫射射击 激烈的战斗在四五三高地继续着 子弹滴滴飞啸而过 伤亡人数不断上升 三时 弗里曼担心两营间的中心地带陷落 便划定一个必要使 为保卫东边隧道所需的最小限度内部阵地范围 但这将是最后的措施 危机已经来临 他后来报告说 接着就像是一场好莱坞式的战斗 太阳破云而出 停在附近机场跑道的战斗机 现在可以飞略鲜血染红的战场 弗里曼看到四架海盗式飞机 透过云端一次排开 地面上战术空军指挥部 指示海盗瞄准进攻 埃尔莲的中国军队 由于交战双方混在一起 难以分清敌我 飞机在上空盘旋了四次 才辨别出敌军 然后飞机爬高 以做俯冲准备 飞机冲下来 并投下了野菊切割机 一种五百磅重的炸弹 正落在厮杀酣战中的中国军队中间 随后再次爬升 再次俯冲投弹 这次投的是大脑袋 一种被美国大兵称为火箭的炸弹 同时还使用五十毫米口径机枪 向分散各处的中国军队进行扫射 这是多么精彩的空军支援 弗里曼想 而另一批飞机 则集中攻击和消灭法军阵地前沿的中国军队 光图图山脊上的中国士兵 犹如暴风雨之中的草木纷纷倒下 经过总共二十四轮次的轰炸之后 残余的中国军队疲于奔命 而弗里曼的坦克 却冲上去将他们消灭 高射炮车 用五十毫米机关枪 布林文亲戚的称之为肉斧 抢占有力地形 以扫射受挫的中国军队 那天 侦察飞机第一次跟在战斗机后面 为大炮提供目标线索 中国军队 被追至隐蔽的山丘后 然后被粉碎 美国兵和法国兵 纷纷从其战壕向外射击 他们呐喊着向那些掉落队伍的中国军队进行射击 在阵地前沿 他们发现了1300具敌人尸体 而敌人伤亡总数估计为3600人 中国第125师 做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恐怕已经被谋略大师弗里曼消灭很多了 中国高级指挥机关 对这次在圆州和水源附近的失败 看得十分严重 军队政治宣传部在2月3号编写了一本小册子 册子上面写道 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划的这个鬼把戏 目的何在 正当我们准备休整和重新集结之时 敌人又发起了一场进攻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他们需要一次胜利来重振他们的升危 这就是麦卡瑟上演全线反击之原因所在 他们占领了水源和圆州 从两个方向向我们夹击 这是一个新的阴谋 这个新阴谋必须粉碎 在战争的第四阶段 我们有信心取得胜利 因为在敌我力量对比上 我们占有绝对优势 而且在过去的战争的三个胜利阶段 我们获得了歼灭敌人的良好经验 下一次攻势将会轻松一些 因为他们不去攻破坚固建筑的防御攻势 相反 我们可以自由地发挥 我们游击包围战术 这是敌人十分害怕的 作为对他们拼命挽救面子的回敬 我们现在有进一步地 让杜鲁门 爱奇逊和麦卡瑟等人出丑的最好机会 让敌人继续去牺牲他们的生命 最后他们终会要命 不要面子 以上讲的就是在朝鲜战争中 美国人所回忆的第三次战役 那么接下来中国人的最后一次攻势 是什么样呢 1951年5月1号上午10点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露面 这是一个象征和平的神圣之门 他在这里检阅五一游行部队 广场上竖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们的巨额画像 还有一些巨大的讽刺漫画 那都是谴责美国人进行朝鲜战争的 一百多万人观看了由70多万男女老少组成的游行队伍 从这里浩浩荡荡地经过 漫长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直到午后很久 毛主席自始至终都站在城楼没有休息 这使在京的外交官们大为惊诧 据潘尼加后来回忆说 在过去两个多月时间里 香港报纸都在议论毛主席的病情 说他已经被俄国人撇到一边去了 而事实上 甚至有很多在京的西方外交官也开始相信 毛主席病情严重 因为自1月26号的印度国庆庆典以后 毛主席一直没有在盛大公开场合露面 但这一次他居然像一块岩石一般 屹立在城头长达五个小时零一刻钟 而且每两分钟就向群众挥手致意 瑞典大使哈姆斯特罗姆坚持认为 城楼上那个人不是毛泽东本人 而是他的体身 他还反复列举了希特勒当政时的一些意识 以证明他的一些看法 丹麦公使莫奇也同样认为 毛主席是被人为的因素所支撑 在参加检疫师以前 他肯定注射了大量药剂 这就是西方人愿意相信的东西 而事实上 毛主席的身体确实很好 在最近的几个月里 他一直在这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进行活动 仔细地研究地图 和他的顾问们一起讨论朝鲜的攻势 潘尼加希望停战 尽管他对前景感到悲观 但是他还是与苏联集团保持着接触 波兰大使刚从北朝鲜回国 他报告说朝鲜的现状十分可怕 根据他的估计 有85%以上的北朝鲜房屋被毁坏 平壤 成了一片废墟 人们生活在地洞 地窖当中 但是北朝鲜人士气高昂 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战斗精神 这些情况 别人也对我说过 他们去了北朝鲜 回来以后就对我讲了那里的一切 所以我满意地认为 美国人不可能取得军事上胜利 尤其是中国空军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以后 这支空军由俄国的米格式飞机组成 美国人认为飞行员大部分是苏联人 自四月底以后 不管是谁在驾驶米格机 这些飞机一出现 就是对盟军的一个威胁 他们活动的区域被冠一个带有几分敬意的绰号 米格走廊 但是不管怎么说 美国空军后来又重新取得了制空权 在毛泽东所制定的进攻计划当中 米格飞机没有能成为一个重要角色 虽然第一次春起攻势受挫 毛主席还是下达命令 进行第五次战役和第二阶段战斗 在5月的第一周 美国飞机报告说 在敌后发现了近4000部车辆 其中一半以上的车头朝着南方 而是一消息 吓坏了范弗里特的情报处长 詹姆斯·塔肯顿 他对范弗里特将军说 看来中国军队 马上要全力以赴进攻汉城了 第二天 范弗里特取消了狂暴作战计划 并且通知李其威 在未来的72到96小时内 敌人将发起攻击 参加进攻的兵力 包括9个师的中国军队和3、4个师的北朝鲜军队 大约有10个师的中朝军队随后发起第二次进攻 以增援主攻部队向汉城推进 范弗里特相信他的新防御线坚不可摧 由于他没有给这道线取名 所以人们称之为无名线 李其威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 在他看来 对美军发动这样两次进攻是自取灭亡 中国军队怎么可能翻山越岭 以那么长的补给线 发动一场重大的军事进攻呢 事实上 毛主席的计划大为不同 他打算在无名线上消灭阿尔蒙德的第十军 然后便回尸南下至圆州 再折回西部的水源 这个计划比范弗里特和李其威所料想的还有大胆 该计划一旦成功 那么釜山的门户将被打开 到了5月12号 中国军队还在集结 以发动这场进攻 前国民党军上尉方海诚 现在是六十军的运输员 那天上午 他奉命签上战马 先给先前部队540团 运送200公斤TNT炸药 路上 他捡到美国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 传单用英文 朝鲜文和中文写成 这是一份投降指南 他把货物送到以后 第二天早上准备投降 这时 他突然发现 离他准备这么做的约一百码远的地方 坐着四十来名中国战俘 有一位端着机枪的韩国士兵尖压着 突然 韩国士兵扣动了扳机 中国战俘被扫翻在地 一名美军上尉叫嚷着冲向那个南朝鲜人 给了他一顿拳脚 方海诚被这一幕给吓坏了 他在路旁隐蔽起来 两个小时以后 他听见有一辆坦克士来 一看 原来是一辆美军坦克 于是 他就站起身来举起双手 坦克停下来 两个美国黑人探出头 方海诚可从未见过黑人 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两个美国人先搜他的身 然后给他送香烟和口香糖 再把他带回后方 有一个美国人通过翻译 对方海诚的举动大为赞赏 而方海诚也是他的第一个战俘 三月份 三十四时后勤部队排起军官陈荒 在跨过鸭绿江时 他是立志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 但是 开往前线的漫漫征途上 他的亲身经历使他断定 志愿军处于劣势 因为他们没有空军 不能在白天作战 他们的身体由于饥饿 而变得虚弱不堪 他们的火力和武器质量 远在联合国军之下 所以他决定投降 他加入一群逃兵的队伍 但是在一条河边受了伤 那天他正逃在河边 由四架美军喷气式飞机 向他们俯冲来 一番扫射以后 飞机投下几枚凝固汽油弹 有一间草房 顷刻间被大火吞没 只听有人在草房内发出痛苦的叫喊 夜里又有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 弹片击中了沉荒 他顿时失去知觉 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躺在吉普车内的担架上 老天保佑他 他是被美国人发现的 如果落入南朝鲜人手里 那么他必定呼呼哀哉 中国军队接到了发起进攻的命令 同时也传达了关于敌人战斗力的举密情报 敌军的坦克和火炮密切的配合 部队的机动性很好 步兵装备着很多自动武器 火炮的射程员 火力大 而但是另一方面 敌军步兵的战斗力很差 在进攻和防卫方面都很差劲 唯有仰仗着飞机坦克和炮火支援 由于敌军装备沉重 天气和地形将大大不利于他们运动 敌人惧怕夜战和近战 所以应当利用敌方弱点 进攻的队形应该有广度和深度 另一批飞机 集中攻击和消灭法军阵地前沿的中国军队 光涂涂山脊上的中国士兵 犹如暴风雨中的草木纷纷倒下了 经过总共24轮的轮番轰炸之后 残余的中国军队疲于奔命 而弗里曼的坦克却冲上去 将他们消灭 高射炮车用50毫米机关枪 步兵们亲切地称之为肉腹 抢占有力地形 以扫射受挫的中国军队 那天 侦察飞机第一次跟在战斗机后面 为大炮提供目标线索 中国军队被追至隐蔽的山丘后面 并被粉碎 美国兵和法国兵纷纷从其战壕向外射击 他们呐喊着那些掉落队伍的中国军队进行射击 在阵地边沿及其附近 他们发现了1300具敌人尸体 而伤亡总数估计为3600人 中国第125师 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恐怕已经被谋略大师弗里曼消灭了 中国高级指挥官 中国高级指挥机关 对这次在圆州和水源附近的失败 看得十分严重 军队政治宣传部 在2月3号编写了一本小册子 上面写道 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划的这个鬼把戏 目的何在 正当我们准备修整和重新集结之时 敌人又发起了一场进攻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遭到灾难性的失败 他们需要一次胜利 来重振他们的升危 这就是麦卡瑟上演全线反击之原因所在 他们占领了水源和圆州 从两个方向向我们夹击 这是一个新的阴谋 这个新阴谋必须粉碎 在战争的第四阶段 我们有信心取得胜利 因为在敌我力量对比上 我们占有绝对优势 而且在过去的战争的三个阶段 我们都是胜利了 而且获得了歼灭敌人的良好经验 下一次攻势将会轻松一些 因为他们不必要去通破坚固建筑的防御攻势 而相反 我们可以自由地发挥我们的游击包围战术 这是敌人十分害怕的 作为对他们拼命挽救面子的回敬 我们现在有进一步让杜鲁门 爱奇逊和麦卡瑟等人出丑的最好机会 让敌人继续去牺牲他们的生命 最后他们终会要命不要面子 成为联合国军俘虏的十三万七千名北朝鲜人 遭遇了很惨的对待 到十二月初 他们所有的人一直被塞在釜山附近的一个转运营地 到了二月初 华盛顿的情绪非常低落 由于李奇威在北方缓慢而巩固的进展 和弗里曼在中央战线 两个铁路隧道意外的胜利而昂扬起来 但是 二月十一号 当三个中国士光天化日之下 在圆州北十英里处重创韩国地巴士以后 乐观情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突然攻击之下 该是三个团很快在横城附近交枪投降了 七千余人和这个时的绝大部分装备都损失了 这场突发的灾难也危及到了韩国第七师支援的大炮和步兵 麦卡瑟对这场灾难并不知晓 他致电华盛顿提出一个大胆的新计划 首先 他将用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清除所有越过北朝鲜后方边境的敌人后继部队 其次 如果 我仍然没有被同意袭击集结于鸭绿江边的敌人增援部队 或者炸毁那些桥梁 那么我将在敌人所有主要攻击线上设置一块含辐射能的荒地 原子能制造的副产品 以把朝鲜与满洲隔离开来 然后 我将在北朝鲜两个海岸上端 进行一次海陆联合作战和空军登陆 并且封闭一个巨大的罗网 中国人不久即将会饿死或者投降 参谋长联系会议的首脑们对其异想天开的建议并没有认真考虑 他们回复到 毫无可能 李奇威一得知联合国军在恒城的大灾难 就命令第38步兵团和第187空降团战斗队 永能找到的所有大炮在圆州建立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势 如果中国人的压力太大 他们就撤至东南与韩国第七师联合行动 他命令弗里曼打关了恶战的第23步兵团 开赴离圆州西约6英里的底瓶里建立阵地 此行动由第九军的预备队英联邦进行配合 直率的弗里曼得知他得去保卫底瓶里很不高兴 阿尔蒙德2月12号中午乘直升机飞入他的阵地 弗里曼建议立即撤到黎州 阿尔蒙德同意 但李奇威却认为底瓶里是阻击中国军队前进的关键的地方 该地必须坚守住 到了夜里 弗里曼召集他手下军官开会 告诉他们 他们有可能受到包围 我们要留在这里并且通围出去 英联邦旅正在途中增援 第五骑兵团也同样如此 弗里曼使他的军官们相信了他们的最佳的防御为止 由于没有太多的兵力 在底瓶里周围山巒布防 弗里曼便在这个村子的周围 建立一个严密的长方形阵地 他的三个营加上骁勇的法国营和第一别动帘 共拥有14辆坦克高射炮车 迫击炮 18门榴弹炮和6门155毫米大炮 过去几天里 弗里曼储存了他参战以来储存最多的弹药 他做好了准备 尽管知道基本上被包围了 但他的士兵们仍然很有信心 到了晚上10点 一个哨兵报告 在这一连前方的稻田里有人影 敌人以来福枪射击 但弗里曼训练有素的部队 并没有上敌人当 并没有向黑暗中的枪声喧闹的地方开枪 他们耐心地等待着 等待着进攻者 跌入他们阵前的耳雷的半锁照明弹 由于阵敌外围 每个重要地点都已经被定点了 他们开始用大炮和重海气炮 对中国军队进行阻拦哄击 中国军队慌忙撤退 有的返回 却再次被炮轰 而顽响的中国人 一次一次地发动进攻 155毫米炮弹的火光 使他们完全成为机关枪绝毫的把子 到了午夜 整个阵地都处于交战状态 中国人一直在寻找 联合国军的弱点和突破口 但对方守卫炮火十分猛烈 中国军队始终没能突破 直到凌晨两点 这才有片刻的安静 很快 中国人又开始向机关枪 哨卡右边的法国营 发动了一个牌的进攻 在军号和哨子的伴随下 中国兵端着刺刀 呐喊着冲向法军 一声警报响起 法军一个班高举手榴弹 叫喊着也向中国军队冲上来 2月14号凌晨 发现有三名中国人冲到前沿阵地 一个被杀 另两个被俘虏 而其余的则撤制到东西两面的山丘后面 联合国军阵地内 所有建筑均被掀掉了屋顶 但墙壁后世的砖墙 挽救了弗里曼的大部分人马 帐篷被打得千疮百孔 敌到曙光升起后 一发迫击炮弹 落在弗里曼的指挥部附近 他当时正坐在帐篷中地上 他的作战官哈罗德·林梅克 当时在附近的另一个炸篷里站着 当即被炸弹给炸死了 而另一支弹片 击碎了一瓶威士忌 并且划伤了弗里曼的左小腿 伤口很深 疼痛难允 弗里曼随便扯离块布 包扎一下 便蹒跚着下去查看阵地 一个小时以前 有消息说 通往南方的路已经被切断 已经无路可逃 已经有一个艰难的夜晚 弗里曼已经没有预备部队 而他面临的最击败问题 是吉阳的补充 和两百名伤员的撤离 师部报告说 横城的形势 十分严峻 而援州也在被危急之列 步兵部队在援州的南方 受到很大压力 但是对被包围的第23步兵团来说 也是一个好消息 第五骑兵团的一个装甲纵队 已经渡过双江 并且沿着西线扫清障碍 向他们开进 英联邦旅也在沿着第23步兵团 主要供给线的东路 扫清道路开福来 师部说要坚持 稍后得知 弗里曼辅上的消息以后 师部又定告坚持 要派一架飞机把他接出去 弗里曼说 我既然把他们带到这里 我就要把他们带出去 部队情绪十分高涨 这天天气也很好 炮兵们挖起深深的战壕 然后向各战壕的榴弹炮增配人员 热腾腾的饭菜也都做好了 令弗里曼感到极为恼怒的时 一架轻型飞机 载着阿尔蒙德的作战处长 杰克·奇里斯上校 降落在机场附近 他是来接弗里曼的 但他的飞机在降落时撞毁了 而弗里曼转身回去的任务 则是对付一场肯定来临的夜间袭击 他们用在村里找到的铁路枕墓和米袋 来助力攻势 急救站 指挥部 火力中心和补给品堆积所 弗里曼经历旺盛的盘山转悠着 监管着弹药的补给 并且命令后备队军官侦查路线和地形 以便他们能带领队伍在夜色降临时行动自如 他又派遣一个巡逻队 以便向他在白天袭击时发出的预先警报 第23团战斗队已经做好了对付中国人下一个行动的准备 而这一次 中国人民志愿军定立了一个计划 119 125和1260的军官们认识到他们过低的低估了敌人 并且期望联合国军像在横城一样 在首次遭到进攻时就溃不成军 但是第23步兵团的不退让影响了他们整个区域战斗计划推行 中国军队指挥官们认为 敌人不过是设立野战阵地 而弗里曼却机敏地建立了防卫的关键措施 沙坑 带刺的铁丝网 陷阱 半锁照明弹 此外 中国人的攻击并不是集中指挥 同一个师的各团之间不能有效地配合彼此行动 这样 志愿军不仅不能揭灭敌人 而且还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也就是在撤退主力部队时 混乱不堪 毫无秩序 中国人的新计划是 趁天黑集中大炮 排气炮支重火力轰击敌人 炮火持续轰了一个小时 但弗里曼的防御措施 使其伤亡一直保持在低水平 此后又响起了军号与哨子的不和谐的事 志愿的士兵们在他们的豪宫里紧张地等待着 一个牌已经在一个小山丘顶端构筑了攻势 小山脚下 中国人开始攻击一个机关枪阵地 火光在志愿阵地前燃亮了 中国军队一次一次地向志愿发动进攻 但是都被打回来了 晚上十点 又一次凶猛进攻开始了 派帐保罗迈吉中尉 向山下撩网 发现中国军队已经冲出甘南河的小河岸 并且开始向山上他的班长的豪骨开进 有个中国人扔了三枚手榴弹 但是迈吉很快用一支博朗自动步枪射上了他 没打事发子弹枪就卡壳了 他试着从套子里拔出匕首 但是却掉在了地上 黑暗中他找不到匕首 却抓起一支卡兵枪 瞄准离他十英尺远的一个中国人 迈吉开了四次枪 那个中国人倒下了 临近壕沟的另三名中国人也被打死了 迈吉派他的通信员去求救 通信员很快返回 并且带着十五个炮兵上了山 战斗又大响了 一发排挤炮起来 炸死炸伤炮兵隔一鸣 其余炮兵见识便开始向后溃退了 退到山脚下 被那里的纪连林长给挡住了 他把他们重新领上山 但是快到山顶的时候 他们又掉头逃走了 西斯在后面 一边愤怒地喊着 一边追赶他们 抓住几个人 他吼着 他妈的 偷偷给我回到山上去 你们反正会死在这里 还不如回到山上 兵转死在那 他一直喊着 终于将这些人拉上了山 形成了一个防险 他们与中国人 在各个壕沟进行立场 持续三个小时的凶猛残酷的徒手肉搏战 西斯得到了他自己连的轻排气炮 H连的81毫米排气炮 和团部重炮连的炮火支持 但是他仍然无法阻止敌人占领山敖 他连续三次 试图与那些一直不前的炮兵 一起重新夺回市地 但是都失败了 于是他决定返回去搬援兵 他组织了一个突击小队 并且咆哮着 我们要么攻上那个鬼山头 要么就完蛋 但是中国人 仍然死咬住那个山头不发 他们无情地一条一条壕沟 向前推进 直达到山的顶部 他们从高处 开始向敌人大炮 以及排击炮所在的盆底开火 到了凌晨三点 这一年已经丢掉了整个山头 而弗里曼也被迫撤退 他在路障上的庄稼撤退 和法军营地左边的士兵 混乱当中 中国人通入了炮兵阵地 避炮兵连的部分士兵 也放弃了他们的大炮 开始向野战炮所在的位置撤退 炮兵连长集合他的队伍 企图再次攻击敌人 但是已经没有希望了 因为这一年的山顶 现在正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黎明时分 弗里曼精疲力竭的部队 期望中国军队像以往那样突然撤走 然而 中国军队反而在阵地中 继续发动进攻 弗里曼只剩下230发 81毫米和4.2英寸的排击炮弹 到了八点 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了 他不得不动用团预备队碧连 帮助他恢复这一年的阵地 碧连几次夺的阵地 得而复失 始终未能保得住 尽管如此 中国人还是从整个夜间占领的阵地上 被赶了出去 炮兵们使用直接射击 无后座火力炮 坦克和双管40毫米高射炮 把中国人炸下了光秃秃的山脊 晨误一散进 有军战斗机进入阵地 并且有条不紊的清理山脊 中国人受不了这样的惩罚 于是便从这连山头外的所有地点撤退了 志愿军顽强地守护着这个山头 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天 他们不懈言逼 而继续用来福枪和机关枪 想轰炸他们的飞机射击 那天凌晨 二师副市长乔治·斯图尔特 便告弗里曼 催促他赶快离开阵地 而弗里曼却强烈地抗议 当他的士兵们在战场上拼杀时 他独自撤离指挥岗位 这是一个军官的最大耻辱 但是斯图尔特坚持要他撤退 他说骑兵舞团很快会从东路赶到 底屏里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没有谁能怀疑他的表现 无疑他应该被授予功勋或者提升 弗里曼明强同意将他的指挥权移交给奇利斯 他被直升机接住了 前往一个叫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的 在这里他见到了李奇威 李奇威向他道贺 并且给他一种印象 即在美国稍作凶器与文娱之后 他将被允许再次返回朝鲜战场 然后李奇威飞过了正在行进的骑兵舞团的装甲纵队 看来向底屏里的禁军正在取得进展 李奇威电和这个纵队的指挥官 马赛尔·科罗姆贝上销 当碧连终于冲上了支一连山头顶端的时候 骑兵舞团也到了 死硬的敌人似乎还在等待 正在此时 碧连听到后方传来一阵枪声 骑兵舞团的领头坦克在拐弯处出现了 使山上的士兵欢呼雀跃 对弗里曼的团队战斗来说 这是另一种好莱坞式的结局 弗里曼 这位易怒的上小给他的部队写了一封告别信 官兵们 我想对你们说 实际上没有比第23团战斗队更伟大的战斗团队 2月18号 李其威接到西县第九军的一份报告 中国人已经从汉江南岸拉了出去 第五步兵团在他们的战壕中 发现600具敌军尸体和丢弃的武器 李其威将这个消息告诉另两个军军长 同时告诫他们 这也许是个欺骗 但是这天天晚的时候 从阿尔蒙德的中央战线 也传来一个有关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大规模后撤的消息 看来中国与北朝鲜人正在往回撤 那天晚上 李其威在第八集团军前进指挥部作战帐篷里 回见了他的参谋人员 他说 有关情报表明中国军队在撤退 出乎每个人的意料 他宣布他们将于三日之内在中央战线对中国军队进行反击 此行动被称为屠夫行动 过了一会儿 李其威站在泛光灯照着的地图前 向在大丘的记者们讲述了他的计划要点 何众社记者报道说 他有一个十分雄鞭的口才 很少有军人除了麦卡瑟能比得上他 他所说的话充分反映出他对他的部队以及敌人心理有深刻的洞察力 他为帮助第八集团军恢复自信所措的一切 使他在伟大的杰出的同行中受到普遍的欢迎 20号早晨 麦卡瑟飞抵朝鲜检查新的攻势 他与李其威反复讨论了战略 李其威强调 形势已经由阿尔蒙德的战线遭到重击而变化了 等中国人的出击被完全制止以后 第八集团军对那个危险穿插侧翼才能实施强有力的反击 我告诉他了 李其威在他的回应录当中这样写道 同时 我让我的参谋人员审查一下 看是否能用两个师动过汉江往北出击 以切断正在进攻的第十军的第一军退路 麦卡瑟将军表示同意 并且补充说 我应固守汉江一线 我说我打算这么干 麦卡瑟飞往援州 我对前线的情况非常满意 在那里敌人战术上遭到不可攻凉的重大失败 他告诉记者们 其损失是现代战争中最为血腥的 我们的战略计划 尽管敌人在人数上占有巨大勇士 的确效果很好 我也指挥我们军队在恢复丧尸的主动权 这些话给人一种感觉 好像屠夫行动 是麦卡瑟而不是李其威的主意 麦卡瑟清楚地暗示他 已经从东京飞到这里 与部下一起讨论局势之后 命令李其威发动进攻的 李其威不仅感到惊讶 而且很恶然 他的虚荣已经造成了一种没有想到的激怒 但是对他打击最大的事 令人不快地想到 还有一个我早已经了解 却几乎忘掉的麦卡瑟 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官 必须一直使他的公开形象闪烁着光芒 抗美援朝当中的上甘岭战役 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 而实际上 在上甘岭战役之前 还有过一场更为艰苦和惨烈的战斗 长津湖之战 有军事学家 把他与持续征战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 被称为法尔登绞肉机的一战 法尔登战役和伤亡人数超过两百万的二战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并称为世界历史上最残酷的十大战役之一 美国战士评价这场战役时 最艰苦的战役被遗忘的战争 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诗伦 称其艰苦程度超过长征 那么长津湖战役 为什么是中美两国都不愿意提及的血战呢 这一场血战又经历了什么呢 长津湖 这是在哪呢 这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中尾崇山峻岭 人烟稀少 自然条件很恶劣 志愿军主要作战对手 美陆战一失 在这里面要特别的说明一下 美陆战一失和中国很有渊源 1900年 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中的美军 就是该师部队 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 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地 登陆的也是这个师 1946年安平事件 和强奸北大学生的沈崇事件 也是该师所为 美陆战一失师长 史密斯藏说 长津湖地区 根本就不适合军事行动 就算是承击思汗 也不会想去征服他 两军之所以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展开对决 起因是所谓的联合国军 在志愿军发起的第一次战役以后 又兵分两路 在朝鲜北部东西两线展开前行攻势 向鸭绿江推进 试图一举消灭 在朝鲜境内的全部志愿军和人民军 争取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1950年11月27号到12月13号 紧急奉命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九兵团第20军 第26军和第27军 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 在长津湖狭鹿相放 展开立场历时17天的血腥对决 这次战役 以美陆战一师为主的部队 遭到第九兵团的围追堵截 迫使美国军队经历了有史以来 最远的一次败退 其试图在1950年的圣诞节前夕 发起总攻势的计划彻底破灭了 此次战役 第九兵团收复了三八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 将美国人彻底地赶出了朝鲜东部原山平原地区 一举扭转朝鲜战争的大局 成为彻底改变整个朝鲜战局的重要怪典 在1950年 这个朝鲜五十年间 气温最低的冬天 零下四十度的酷寒 就像鬼魅一样 无处不在 作战残酷的程度 超出了所有参战人员想象 长津湖战役 成为中美两国都不愿意提及的血战 据詹欧统计 美军在长津湖地区受到了重创 美陆战役师编制人数2.5万人 战斗伤亡约7000人 另外有冻伤减员7300人 第九兵团伤亡14000人 超过美军的一倍 冻伤减员占总人数32% 严重冻伤占22% 付出了难以想象代价 1952年9月 第九兵团从朝鲜回国 行至压入江边的时候 司令员宋施伦 面向长津湖方向 深深的鞠躬 泪流满面 长津湖战役 无疑是一场力量悬殊 非常大的 非对称的特殊作战 是一场叫花子 与龙王爷比保的战役 武器装备方面 美陆战一师 有坦克 榴弹炮 迫击炮 战防炮等重型武器 273门 美军一个营的火力 基本相当于志愿军的一个师 第九兵团只有少量的小炮 大多是火箭炮 无作力炮 迫击炮 对于单兵而言 手榴弹 那就是重武器 志愿军没有空军 而朝鲜上空的美军飞机 几百架上千架 盘旋轰炸 志愿军没有坦克 也没有打炮 仅有小口径的迫击炮 由于受不了零下几十度严寒 作战时打出去的炮弹 三分之二成为亚弹了 而被俘的装备方面 美军士兵 均配发羊毛内衣 毛衣毛裤 带帽的防寒服 防雨登山服 以及鸭绒水袋 而外衣是以特殊的 防寒防雨材料为灭料 战斗靴里 是为适应高寒地区 还特意配有的多层毛沾点 而第九兵团 每个班十多人 只有一两床棉被 夜间十多个人挤在一块 互相抱团取暖 以抵御严寒 而入朝的第一天 就冻伤了八百多人 后勤保障方面 美军随身携带 可以不经加热 即可食用的夜餐 花样搭配 多达几十种 此外 还配有口香糖 巧克力 火柴 香烟 餐筋纸等附属物品 当志愿军 连吃个土豆 都必须用夜窝暖化之后 一层层的硬啃的时候 美军却可以在感恩节 肆意地吃活 而战场的休旧方面 美军拥有强大的战争支援后盾 和战场修复能力 即以争夺水门桥为例 水门桥是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 大桥一旦被炸 就断了美军的后路 宋世伦下令 即使有天大的困难 也要不惜一切代价 把桥炸掉 此后 两次将大桥炸断 但是 很快又被美军给修复了 第三次炸桥的时候 第27军组成两个连队的赶死队 人人背负 五十余公斤的炸药 用血肉之躯 把大桥连同基佐 全都炸毁 而出乎志愿军意料的是 美军星夜指派驻日部队 去三菱重工 紧急加工出八套M2型 刚目标准的桥梁 然后 靠着巨型降落伞 将桥梁直接空投到美军的阵地 前后不到两天 重新驾桥成功了 炸与凶之间 志愿军呈现出 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的精神之美 而美军展现的是 赤裸裸的工业暴力之彪悍 面对绝对优势的武器装备 完全的制空权 无穷无尽的空中支援 战舰炮舰的支援 十数万后勤人员 日夜不停的支援 世界上最强工业国 产值超过全球一半的超级大国 武装训练出的精锐师团 志愿军第九兵团的最大优势就是 钢铁般的抑制 在几乎没有补给 严格进行隐蔽伪装的情况下 志愿军连续行军十天 平均日行军三十公里 而全部机械化装备的美军 曾在一天内只后撤了五百米 大部分时间 是仅能以每一小时三百米的速度撤退 美军文显这样描述志愿军的勇敢和坚韧 中国军队好像对美军势烈的火网 毫无在意似的 第一波倒下 第二波就跨过尸体前进 还有第三波和第四波继续前进 他们不怕死 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姿态 仿佛是一些殉教者 这种震撼人心的场景 令强大的敌军认识到 什么叫做不可战胜 战后 史密斯少将感叹说 长津湖战役是钢铁部队 在和钢铁人作战 美军南逃的时候 沿途曾被这样的情景震惊了 一排排志愿军战时 俯卧在零下四十度的阵地上 手握钢枪手榴弹 保持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和战斗姿态 居然没有开火 几个胆大的美军爬上志愿军阵地 这才发现 整连一百二十六个志愿军官兵 被冻成了冰雕 却依旧保持着战斗的姿势 这个连被全冻死的连队是二十军 五十九师 一七七团六连 宋世伦在向毛泽东报告战况的电报中写道 战斗打响后 该连无一人战器 到打扫战场时发现 全连干部战士 呈战斗队形 全都冻死在阵地上 细查尸体 没有任何伤痕和血迹 长洁湖战役当中 还有二十军六十师 幼灵八团二连 二十七军八十师 二四二团五连 整连制的被冻死在阵地上 从此冰雕连成为一座精神封碑 一种文化符号 被载入军事 很多年以后 一位美国老兵 是这样回忆这场战役的 那天晚上 我们连在一个小山村里过夜 屋子里烤着火 吃着罐头 喝着咖啡 屋外突然响起了 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 是中国的士兵在冲锋 他们肩上披着白布 一群群地从树林里冲出来 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动 我们的火力 像无数的火射一样 在原木中穿行 像巨大的火球 在原木中滚动 他们像僵硬的原木一样 一拍一拍地倒下 他们又有人 不断地从树林里涌出 大声地呼喊着冲过来 在我们强大的火力面前 他们依然在冲锋 我们的火力根本无法阻止他们 我们拼命地射击 枪管都打红了 但是他们仍然在转型前移动 越来越多 越来越近 一拍拍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动 那天晚上 我被这个原木在移动的场景 所感动了 那天晚上 我 已经惊呆了 我被那些不畏死亡的灵魂震撼了 太可怕了 我当时就知道 这是一场 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 我当时就会发生的灵魂震撼了